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到他的时候 倒已经到我头上了 老实本分的他 却称自己为情所困 著成大作 叫他能有点教训 以后不离为爱 别人家庭了 一段畸形情感 让两个家庭深受伤害 小村情愁录 热线十二 即将播出 这是一段 由江苏省肃谦市警方提供的视频 视频中的男子 是该市肃城区龙河镇的 一位四十多岁的村民 陈曼林 抓捕地点 离陈曼林家的蔬菜大棚不远 被捕前三天 他一直躲藏在那里 掉落在现场的这把彩刀 并不是警方所要寻找的证 在听取了陈曼林的供述后 警方带着他走向了一片脉子地 2014年12月25日晚上 陈曼林就是用这两把菜刀 将同村的妇女神轻轻砍成了重伤 陈曼林共称 案发后 他将刀扔在麦子地里 搭车逃往百公里外的安徽省境内 在农田里待了几天后 又前回自家的蔬菜大棚 最终被警方抓获 案发四个月后 我们跟随本案的逐生法官 江苏省宿前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的寒风 前往陈曼林所在的村子 了解情况 在那里 我们见到了被害人 沈青青 经常还上家 还得上医院里去拿点药子 还得去挂水 我不挂我身上腿 我没办法 经过司法鉴定 沈青青的伤构成重伤二级 由于头部受到重创 沈青青说 有时候他在跟别人交流时 会感到一些困难 手部和脚部的伤 让他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 深青青的 在有时候在头一晕 眼就会花 就看不见量 沈青青说 事发至今 他已经花去了五万多元的医药费 这些钱对他的家庭来说 是个很沉重的经济负担 经历说不清楚 我在这个腿上 头上都 用些都还需要去做手术 我也说不清楚 我要花多少钱 2015年4月20日 主身法官韩丰 将陈漫林 沈青青和他们的家属 召集到江苏省苏千市 苏城区人民法院 就陈漫林砍伤 沈青青的民事赔偿事宜 进行调剂 究竟发生了什么 使得犯罪嫌疑人陈漫林 要用两把菜刀 砍伤沈青青呢 而时到如今 他和妻子又为什么 不愿意向沈青青进行赔偿 换取他的谅解呢 各位中午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这陈漫林啊 拎着两把菜刀 把沈青青给砍成了重伤 沈青青呢 就主张 陈漫林 你看把我砍成这样 能不能赔我30万 没想到的是 这陈漫林的家属 明确表态 不愿意赔 确实这样的态度 有为常情 那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啊 这里边隐藏着一个秘密 也就是陈漫林 和这个沈青青之间 保持不正当的关系 已经多年了 而且呢 在今天的这个故事当中啊 会三观的事情 还有很多 我就不一一对数了 您自己啊 慢慢看 沈青青说 他从小生长在云南省 一个贫困的家庭 父亲在他一岁时就去世了 母亲一人带他们九姊妹 尽管沈青青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但他还是无法感受到 来自家庭的温暖 从来我就不知道 父母对小孩什么关心 什么照顾 所以我从八岁开始 我家里一老母亲 得靠我 得靠我照顾 从那去 我从来都不会相信 我任何一个人 人家讲话 说实话 这只有一多近 那只有一多处 我不会相信 在这个贫困的家里 度过了十几年后 沈青青在包办的婚姻中 结识了第一任丈夫 然而在女儿小秦三岁那年 她做出了带着孩子 离家出走的决定 他叫人家 反正不过家 不过家 不过家 后来我没办法 我只现在带着小孩走 那边生活条件不好 就不想小孩 都是几个字 然后就给她带到这边来了 沈青青带着小秦 辗转了好几个省份 都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 2001年在江苏省 苏谦这里 惊人介绍 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陈吴 她觉得这个男人 可以托付 最让沈青青感到满意的是 陈吴对待自己和前夫的女儿 小秦的态度 跟我说 你只要对我小孩好 我就会永远跟你家家生活下去 有着自己 不是自己 都一样 我到自己前上看待了 尽管沈青青比陈吴小十多岁 认识几个月后 他们还是结了婚 差不多同一时间 和他们同村的陈万林 也惊人介绍 与周小凤结了婚 但他对这段婚姻 却显得有些无奈 陈万林的母亲 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 由于老伴去世的早 她一个人 把几个孩子拉扯大 正是因为心疼母亲 陈万林才一直坚持单身 陈万林三十岁的时候 周小凤出现在了这个家里 陈万林说 见面后 她并没有什么感觉 也仍然坚持不想结婚 但周小凤却觉得 自己找对了人 对什么都好 情分也好 跟我们各方面都好 就都好 对你怎么样 对我也好 我当时她要跟我结婚 我说我超人几万块钱 她也愿意跟我 我不会同龄 她也会跟我结婚 我觉得好像只有那种 可怜同情那样 都跟她结了婚 就这样 陈万林 和比她小一岁的周小凤 生活在了一起 平日里 他们在家种地 赶及时 就拿家里的蔬菜 去摆摊卖 收入也还够维持生计 而与他们家住的 不远的申青青 婚后丈夫陈武 常年在外地打工 很少回家 她就在家里 独自带孩子 本来没有什么 交集的两家人 却因为陈万林 和申青青之间的 婚外情关系 引发了一系列 意想不到的后果 陈万林和申青青都说 这段关系 开始于2013年年底 但是对于这段关系 是怎么开始的 两人的说法 却相差甚远 申青青说 当时因为要盖钱屋 向陈万林借了钱 之后 她就经常要求 申青青去陪她 而陈万林则说 是申青青 闲去勾引她的 在她关系研发作 卧床不起的两个月里 申青青更是殷勤照顾 她天天长一长班 天天带着小孩子 长一长班 老婆就感激了 我天天的都是 不能起来 整个到这边摸了 都天天在家里睡 她都一直打着 感情地摸她 摸她碰她 她都不理她 当我家那个死刀 逼着我说我要是不依赎她呢 她再不就是叫人家小孩陪她下地狱 要不就是她就死在人家家园里 她不要跟我做件事 我说来 我要跟你做件事 我必须让我老婆知道 她说来 是啊 哪有这样的 你跟别女的做件事 还要自己老婆知道 她能同意吗 她一直不愿意 她又加油到的 她知道了 她一直都来过 她说你要不同意 我得给青年 带着我跟她过 老婆是怕失去我 就同意这事了 同意之后 后来才跟她发生有点关系 新关系 我不是愿意的 她拿我小孩来威胁我 我宁愿保护我小孩 我不在乎我的名声 从2013年底到2014年末事发前 两人之间互相来往 变得非常频繁 对于这些密切的来往 两人的说法依然大相径听 其实说心理话 从心理方面 我根本就不想去 她一直的不是要死要后的 她就来威胁我 我也不可能说 上她摊上去娃娃 去转转 我就说了 我咱们骂我了 我跟俺家老婆呢 我根本对她没有爱情 我说这你爱 我现在跟你没有感觉 我现在呢 也确实感觉 对横上的意思离不开 什么东西 我都帮她做过 陈曼林的隔壁邻居 和一些村民 都目击了两人之间的亲密来往 那是就能 基本我没有给我三天 这几年妈次数太多了 就减严子 买情话 这女的 公鸡也都去 公鸡都去 送过小孩子上过学 就去 陈曼林说 那段时间 沈青青总是向她索要钱财上的帮助 她给她买了电动车 另外一些要求被她拒绝了 而两人矛盾的起点 则是一笔十万元的款项 陈曼林说 沈青青是为了她有精神疾病的姐姐 而向她借这笔钱的 沈青青则说 是陈曼林为了让自己跟她远走高飞 硬要给她的 为了留下证据 两人见面时 陈曼林用手机拍下了视频 我不要在这边 让她看我笑话 我看我笑话 她都说 她就是想为了跟我在一起 只要我什么都依浊她 她就不会想不开 也都不会解释 河头签我没要 我说你签筷先收着 晚上讲了 又忘了要了 你上上我拿给你 早上拿给你 那不要了 她说你当我是傻子 说的 你拿的是村子给我 我要拿着你再报警 你给我带去等她 说的 她说你不要 谁都不要想拿 她都拿剪着 怎么给那个村子 本子 身份证给剪了 我就拽她 在警方的笔录里 神清清说 这是她仅有的两次被迫 与陈万林发生关系中的一次 而陈万林对于这种说法 而陈万林对于这种说法 却不能认同 我逼她了 她逼我差不多了 就在最后一次时候 送前的时候说 我也不愿意就这 用 用 用要跟我做那事 那是 那段路上可以看的 可以证明 神清清说 之后陈万林 一直要求自己 跟她远走高飞 都被她拒绝了 但陈万林却说 神清清玩弄了自己的感情 她受到了伤害 她说 我跟你好 就是我 不爱看到别人家 两人过好 我看到别人家 两人过好 我就 就是激怒说的 我不是真心爱你 我就想为了你千年 虽然两人经常发生争执 但是对于神清清来说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2014年12月24日 早上十点多钟 神清清送两个孩子 去上学了 家中只剩下大女儿 小秦和三岁的妹妹 陈万林从后门 翻入他们家 把两个孩子 带出了家门 我不跟她走 我找个家 带妹妹看没事 她就说 我不跟她走 她就跟妹妹给掐死了 然后我就跟她走了 她走 她是硬过拽一下车 没有 没有 走到带去的时候 我都给她 妹妹叫个妈 跟她打风里来 我都交给她了 我带你爸妈 她就跟我去搬了 陈万林想要一次 吓唬一下神清清 她用三轮载着小秦 一路往安徽方向行驶 三轮车厢里 放着两床被子 就认为跟她 做这事 这太不光彩了 跟她说 就你可以问她两人 我再接半年之内 下半年 就是三年 两人就是想死 就老叫 一早什么事都没做过 就老叫跟她做这事 谁让老婆同意 但是我心里边 这有一种不舒服 在被子下面 陈万林竟然还放了一把刀 关于这把刀 她和小秦的说法 完全不一样 走着我带一把刀 我来走路 买点水果 就吃了 上了一车以后 大概是 走了两个小时的路吧 她就上来 拿着刀 驾着我步 她说 如果我要把刀 说出来 她就把我杀 没有拿到 见没有 傍晚时分 三轮车最终在安徽省四县 一处田地旁停了下来 陈万林说 她和小秦 一直在聊天 天黑后 她让小秦 在车内休息 自己则在车外坐着 大概有八点钟那样的 她会嫌我 说 哎呀 你进来 见林竟 暖暖的外面太 暖暖了 我接过就进去了 几节都是她叫 叫我 我也叫我说的 我还不按照她说的话 她就说 飞来就在人家 去人家路上 从当天晚上 到第二天凌晨 陈万林一共和小秦 发生了三次关系 她说 我就喜欢你说 那像你这样说 那以拉以斯 这说的 那对我好的心 结果呢 她会要一样 后来 她跟她发生了关系 到第二天呢 又 悲天时又要 要完都没跟她 有关系 都她要的 不是愿意的 因为我 因为我 有反患过 但是我弄不过她 陈万林说 她知道小秦 只有16岁 也知道 她的智力 相比其他孩子 弱一些 但对于 是否知道 与她发生关系 会涉嫌违法 她则没有正面回答 她就是说 她爱我 当时 就感觉 只要人用的感情 就没想到这些 事发后 小秦曾两次 在亲戚的陪同下 到公安机关 说明情况 在事发当天 晚上的笔录中 她向警方报案说 陈万林 抢奸了她 但陈万林 落网后 她在第二次笔录中 声称 之前说了话 她是自愿 与陈万林 发生关系的 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证据认定的时候 肯定也会根据 相关的情况 做出认定 另外我们发现了 被害人 在第二次 也就是承认自己 是自愿于被告人 发生性关系 那一次的陈述 与被告人 对于强奸案件的供述 可以相互印证 可信度比较高 经过司法鉴定 小秦患有轻度 精神发育辞职 无性自卫能力 随后检察机关 以涉嫌强奸罪 依法对陈万林 提起供诉 好 两位嘉宾介绍一下 这位是黄丽玲 黄律师 这位是王剑一 本栏目的特约评议员 心理专家 我们先来剖析一下 陈万林和申青青 他们俩人的心理 应该说 首先我们要谴责 这两个人都有自己正常的家庭 但是维持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已经是一年多的时间了 对于这段不寻常的关系 你怎么看 剑一 我觉得他们两个肯定是两个就是有意而为的人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申青青的丈夫常见在外 他其实他知道他需要什么 那么他实际上等于这个邻居成了他就是下手的一个男人 然后这个陈万林呢 他有妻子 但他说的 他反复强调他不爱他的妻子 是吧 然后他实际上呢 也是为自己在开脱 所谓说什么妻子同意 他才跟申青青好 这都只要 而事实是他的妻子确实同意 对 其实这些呢 都属于是什么呢 与其说是事实 倒不如说是两个人各自为了什么呀 就是出了这种丑事 人都有什么呀 自为的 或者说好听叫自为 不好听就是一种什么呀 想掩盖自己这个 就是比较肮脏的心理 对不对 你看他们俩暴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那个这位女士说他对钱不感兴趣 这位男士呢 又认为说的妻子同意才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这些对不上逻辑的一些话 正正表明他们的心理 就是说为自己这段婚外情想开脱罪责 所以说我们也就很好理解 为什么两个人对同样一件事情的公述完全相反 是吧 都是为了自我保护 对对对 那最终啊这个法院是判处这个陈万林是涉嫌强奸罪 而这个陈万林呢一直说那小秦啊 虽然16岁我也知道他这个精神有那么一点问题 但是他是自愿的 你看那这个法院判他强奸罪是否有道理呢 你给分析一下 这个强奸罪的一个最关键的点是说是否违背了这个妇女的意志 但这个违背妇女意志呢有两个特殊的情况 一个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 以及在这个精神方面有障碍精神疾病患者 这两这两两类人的这个意志如何来认定呢 不满14岁的幼女的话 无论是否他愿意也是以强奸罪论处 那么对于这个精神发育滞胀 有有持质的这种人呢 我们也是说在刑法理论上是 无论他是否资源也应当是以强奸罪认处 因为这个呢 是也是体现了对弱者的一种保护 因为这个他的这个精神状况 跟他的这个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是紧密相关的 通过这个司法鉴定的这个结论 能够反映出小秦确实是有这个治理的持质 而且呢 陈万林和小秦是在同村生活这么多年 他是明明知道小秦存在着这个问题的 所以这种量性 这种定罪定性呢 是没有问题的 对在这儿还是我们有点着急啊 这个实际上事实还是存在一些出入 目前法院并没有判他涉嫌了强奸罪 而是以涉嫌强奸罪对他提起了公诉 的确今天这个案子非常的乱 涉及的人物也非常多 你看陈万林 然后呢 申清清 申清清的女儿叫小秦 我们在这儿啊 还有一个事实必须得交代清楚 你看陈万林是分别和申清清 以及申清清的女儿小秦 隔半发生了性关系 能够做出这样的事的男人的确是极少数 一般的人我们正常理解 他做了这样的事 那男人啊 应该感觉心里边非常的愧疚 而人家陈万林不是 他居然事后还理直气壮的到申清清家里边偷听 然后还提了两把菜刀 我们接着看 申清清和陈武结婚后 这些年又生了三个孩子 可是最让他放心不下的 还是从云南老家带来的大女儿小秦 我还不住八个月就努力了 我就觉得他不正常 后来给小孩一堆弯 我看到给人小孩一堆弯 但是他一直会受人家欺负 叔叔我呗 妈妈我呗 妈你说 就妈我是业主 他受人家欺负 我心里很难过 所以我只能给他看到家里 除掉上学的时候 我带来家 像在平常的时候 星期天 我都不会让他出去玩 然而在学校里面 小秦也很难避免被人欺负 都说我是个野孩子 说我是阿嬷 从你俩那里 从你俩那手里抢来的买来的 垃圾小孩 本来我们这个外地人 来到这地方 一般装上的人都很不满意 都很看不起 瞧不起 反正我都觉得他们不可理 觉得跟他们 给他们解释 他们又不听 所以那时候 我们就想不开 他要跳楼自杀 后头老师给他送回来 我说我不宁愿他再去实战 我不能失去他 从小我都一路带过来 为了防止小秦 跑到家门外出事 木槿申轻轻 总是把家里的前后大门上座 但这么做并没有给小秦带来安全感 因为自从五年级时 得知了自己的身世后 他始终感觉受到了打击 别人从一场到一年 你现在都讲我是业重 我都不信 反正正好 我再知道这件事之后呢 嗯 有人讲啊 就你看我说的是实实吧 我就猜你说的是实实 那要能怎么样 他能养我就已经听好了 尽管嘴上这么说 小秦心里却总不是个滋味 渐渐的他觉得 与叫了十多年的这个爸爸 有了隔阂 越来越远 但他却没有主动谈起这事 甚至连母亲都没有告诉 反正我要有什么事 我不会告诉他 反正要是告诉他 他还得分路心 那别让他吵得追问起 从小到那 也让他吵得起态度 从来他不会理解家里面 任何一个人对他好 或者是对他不好 他只是逼人说一句什么话 他就会去相信 沈青青觉得 就是因为女儿小秦 太容易相信别人 才会被陈万林骗走的 但陈万林却说 当他想把小秦送回家的时候 小秦百般不愿意 我都不跟你回去 我死了我就跟你 我不想回去 哪怕是要死了 我就愿意说的 我一回家 妈妈又看我屋 我都不回去 我就死了我也不回去 就跟你个外说的 不是 我从来没说过这话 这话都是他说的 我没说过这些话 当时陈万林用手机 录下了他与小秦的对话 我不想看到你 你不想看到你吗 整个言之 他这是再有一次错 那是你母亲 懂不懂 我不去家 反正我不行 我不行 我不行有这样的母亲 我就一辈子 我没做过错事 我不想因为这个 我知道 你没做错 是我选择错了 你干嘛想拿去 你干嘛 以后你会后悔的 我也哭不来给你听 我哭不过 我都说过了 我是说了 做到了 最终 陈万林在晚上八点左右 将小秦送回了家 为了避免冲突 亲亲赶紧把他拉回了家 然而 既怕被打 又想知道 小秦家人想法的陈万林 竟拿着两把刀 走向了 沈青青家的大门 几番张望后 他从门旁的围墙 翻越 进入了院子 你是从哪儿翻进来的 这就是从哪儿 从哪儿 自时 沈青青的家人 都去他姐姐家吃饭了 屋里 唯独留下了 找了一宿孩子 想要休息的 沈青青 陈万林说 他躲在厅堂里 听到 沈青青打电话 跟人说 他要用钱来解决 带走小秦的事 便生气的进了屋 问他要二十万 对方呢 讲话呢 听说 他拿了那么多钱 你问他 要二十万 说这多 那去一万 再少也不行 任何人我都没说过 我也没想过 我怎么说呢 我从来对钱方面 虽然玩家没有钱 我对钱 已经是不甘心 没说过 我就说一句 你不是真心爱我的 你就是为钱 没有 我看到他时候 刀已经到我头上 而且看到他手里 还是砍两把刀的 我砍了 他跟手里 两头去挡了 挡了之后 他怕刀了 我都砍了 怕刀了 砍头了 陈万林说 砍了沈青青后 他刚准备走出屋子 忽然听到身后 传来沈青青 打电话求救的声音 于是他又折回了房间 然后我就砍了 然后又摆回来砍了 对 砍那几下子 砍到哪了 他怕他可能在脚上砍一下 脚上也来砍 就敢偷砍几下子 陈万林砍伤 沈青青的事发生后 村里很多人感到有些吃惊 因为在他们印象中 陈万林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他还真的种菜 就是中程老实人 做事不小心的跑毛时间 事发后 沈青青在医院重症病房 躺了一个多星期 行走能力 也是这几个月 才慢慢有所恢复 然而 相比身体的创伤 与丈夫陈武之间的力痕 更让他难受 他刚开始他只能安慰我 我一口一个给他对不起 我说我也不是有意 要去做这些事 就是人家赖我赖没办法 我有时候 我心里翻着 给他打电话 他说我懵了 我挂了 那七个娘七个 这五年 我早已给大家 陈姆表示 今后还是会和沈青青 好好的过日子 带大几个孩子 即使陈曼林一方不赔钱 她也要自己挣钱 支撑起这个家 不过沈青青 却坚持要陈曼林 赔三十万元 在我的眼里 是一个小小的青春 我的自己受伤 我的孩子给她三块 用这些钱就给她买 买就不可以 也不可以 然而 对于常年在家务农的 陈曼林和周小凤夫妻俩而言 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 事发前夫妻两人的收入 也仅仅刚够一家人的生活开销 除了赔偿金的要求 沈青青还向法官提出了另一个请求 她对于检察机关 以涉嫌故意伤害罪 起诉陈曼林 感到不满意 她被分明都是故意杀人罪 怎么是伤害罪呢 伤害 往钩膀上腿上砍到两刀那是故意伤害 但是她一旦被我偷上 还要被我剥给上 我不使她不甘心 这还还是 这应该是故意杀人罪 没有想看死她 我只是想给她看 叫她能有点教训 以后不离危害别人家庭的 被告人陈曼林 在自己公安机关 多次稳定的购诉中 从来没有说到过 自己有明确的 杀人的一个动机和故意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审判中 能不能根据现有的证据 确定或者推定 被告人陈曼林有杀人的动机和故意 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这场由户脉情导致的悲剧 已经给这两个家庭带来了伤痛与重担 陈曼林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也还有待司法公正判决 我们看到当地的检察机关 是以故意伤害罪来起诉陈曼林的 但是申清清不干 她说她就是想要我的命 所以应该判她什么呢 叫故意杀人 那么申清清的这种说法是否成立 黄律师 你看在实践当中 这个故意伤害致死和故意杀人罪 有的时候比较容易混淆 或者是故意杀人 未遂于我们普通的故意伤害罪 怎么区分呢 这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 在于这个行为人的主观方面 就是说她到底在这个主观方面 是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呢 还是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是区分这两个罪名的关键 但是我们说这个主观方面的东西 是存在大脑的 而且是过去式的 就是已经过去了的 那么怎么再现出来呢 除了被害被告人自己的这个供述之外 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事情 其他的证据来判断呢 因为我们也能理解说 作为被告人的话 他趋利避害或者为了逃避法律制裁 为了减轻自己的这个惩罚的话 他会有一个这样的 趋利避害的心理的话 给自己一个从轻的这样的一个供述 那么我们在实践当中 对于这个主观方面的认定呢 一定要根据这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根据他的这个作案工具 作案手段 打击部位 打击程度 两者 两个人平时之间的关系 还有这案件起因等等 综合这一系列的因素 多方位 全方面的这种考虑 来得出一个正确的这个案件的定性 我想看完刚才那段短片 很多这个观众朋友 可能还是有点糊涂 就说这个陈万林 他怎么就能够举着两把菜刀 占完人家便宜了 是吧 当然谁占谁的钱 这里边也不好说了 反正他也没吃亏 然后就拎着菜刀冲进去就砍人 那建一你给分析一下 他当时是什么心理到底 我觉得当时他可能已经失控了 在一个他呢 和这个申亲亲的这个大女儿呢 又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他给你内心很恐惧 很害怕 因为他本身就是和人家妈妈 就有不正当关系 又跟女儿这样 你想想他当时的那个心理的那个纠结 我觉得这个故事 所有人的内心都非常的纠结 你包括他们的对方 咱就说这个申亲亲的丈夫 你说他后来表示说 要管这几个孩子管到底 那可是想当初你说你为什么出去打工呢 还不好好在家务农 这是说明现在我们的社会极具城市化 完了以后呢 留守的这个家庭特别的多啊 那导致的呢 情感的不平衡 身体一些需要不能得到满足 所以说呢 人的底线呢 悄悄就在这个过程中 就心理底线越来越往下降 现在直到降到了这一家这两家人都没有底线 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悲剧 我觉得最需要就值得要说的就是这个申亲亲对于两个孩子的伤害 一个是在录像中能看到的那个小女儿 一个是这个大女儿 我觉得她作为就为人母啊 这种这种表率做的太差了 所以说村里就饶她受了伤害还不向着她 对我稍微总结一下 实际上建议的意思是这样 这陈万林之所以当时那天晚上能够举刀砍向申亲亲 是因为自己啊 她觉得感情被骗了 她在家里边 她认为没有爱情 只有家庭 当那边呢 她认为找到了爱情 没想到通过那一番电话 认为对方 哦你原来对我没感情只是为了钱 于是我想谈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两个家庭当中啊 都有过度宽容的人 一个是陈万林的妻子 另外一个就是申亲 提醒孙庄惊险命爱 新婚女子惨死甲重 床单被套全部都染红了 所以说现场还是比较恐怖的 警方抽丝剥剑 还原真相 军手身份 却令人瞠目结舍 强签的人都说是 说是她 我都不相信 阮穴的婚房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